嗨,各位,我們今天來進行最後一個part 來 面積對傾斜仇的慣性局 這一張呢,看一下齁 你就把這些公司全部把它背起來就好 那其實呢,這一章,這個章節,這一節我覺得沒有到很重要 好,來,這一題,反正就是都有興趣的人就自己來練了啦 慣性局的墨爾圖 來,那這個應該不用再講了 反正就是知道畫源最重要 畫源比較好球節 這一題就自己回去練習了齁 畫出墨爾圖 來,質量慣性局 還有簡稱慣性局 是衡量分布物體在旋轉運動周抗拒加速度的能力的物體量 它的物體的質量分布相對於旋轉軸的度量 在力學和動力學中是有重要運用 那,這一題 不用講了 來,剩下的例題就是給大家就自己練習了齁 就不再多說齁 好 就到這邊結束,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 中文字幕在說明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